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来 广大灵感 观神菩萨母和尚 感恩恩斯陆金恒 楚飞飞 我们自己 我们要照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请师父我看看我女儿 楚飞飞 八七年吐 七几年呐 八七年 八七年的吐 哦 腰部受损 小孩子的脑子很清楚 一点问题都没有 脑子啊 还是蛮清楚的 对 对 身上有鬼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有灵性 你们家里有一个过世的亡人 经常在他身上 我看看是男的女的啊 一个爷爷 他有没有个爷爷过世啊 有 看到过他没有 看到过了 看到过了 很喜欢他的 是不是 是 好好念经给爷爷 不给爷爷 不给爷爷念经 爷爷老到他身上 他现在这个腿不能走路 就是啊 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在身上啊 不让他跑啊 爷爷在身上啊 那我们现在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还要放多少条纸 给爷爷爷至少念108张小房子 好吗 念完之后 就爷爷会不是经常来在他身上了 会有时候来有时候离开 他已经结婚了 是梁家的爷爷 还是他婆家的爷爷呢 他几岁啊 结婚了 他31岁了 他都有小孩了 你看看可怜嘛 像小孩子一样 他自己不是这个样子 很花花花可爱的 他现在讲话可耻不清 我告诉你 我先把重要的告诉你 他以后自己的孩子也会有问题的 他的孩子啊 以后也会有这种问题的 我听得懂 我看看为什么啊 感恩是何 麻烦了 哎呦 他上次生这个病的时候 差点死掉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知道 要把他带走 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是天上小仙女逃下来的 你知道吗 好嘞 还要讲吗 所以很多事情你们自己知道就好了 真的 我跟你说的 一个人啊 在哪里都要守规矩 在天上要守天规 在人间要守法律 在地府要守地律 不要乱来 乱来一定会出事的 他乱来啊 逃下来啊 你看看 家他不能动了 要带走他的 请问师父他 像现在这个事情只有靠菩萨了 这个事情要惊动天庭的 像他要留下来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很难的 要把他带走 上次就要把他带走了 他不应该生孩子的 逃下来的 我问你 他是不是小时候 长得漂亮得不得了啊 是 鼓掌 人见人爱 人家都喊他小公主 看见吗 对 我们老家人都叫他小 见他都喊小公主 小公主 小什么 喊他小公主 他长得很白 特别漂亮 人家都叫他白雪公主 白雪公主 是啊 我刚刚听到一个小花狗 小花狗 白雪公主 跟小花狗 差得太远了吧 对不对啊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天上下来了 太好看的人 我告诉你 不修心 活不长的 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好好念经吧 这个孩子要 现在要 要现在开始要 要要要要 要停掉一切欲望了 就是不能再有盈遇了 否则们就准备走了 现在又给他 念多少种小房子 又放多少条鱼 请师父开始 好好念了 没办法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许大愿 如果你不在菩萨面前 大忏悔 我告诉你 他还有两年半 一个节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我只能讲到这 师父你给我看一下 他家佛台什么样 他家佛台啊 佛台蛮好啊 我现在看到了 这小鸭子是莲花仙子 莲花仙子在人间 太肮脏 完全污染了 我告诉你 不把你带走 所以不要开玩笑 所以我早就跟你们讲了 你们知道 中国传统有句话叫 红颜薄命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吗 红颜长得好看的人 到人间来 他很多都是天上下来的 明白了吗 还债的 明白 那现在有什么 那现在有什么给说呢 好了 许愿念经 放生三大法宝 现在都教你了 好好念经了 我有什么办法 感恩师父 谁叫他逃下来的 好好的求 我告诉你 求求南京菩萨吧 南京菩萨是 很善良 经常帮人家去打招呼的 用人间讲教 什么 经常帮人家去 讲好话 做中间调节人一样的 叫什么 做和事 就跟人家讲 对了 算了算了 看在我的面子上 叫他好好求求南京菩萨 说不定他这条命 还能保下来 感恩师父 我这两年半 走了 好了 结束 师父他要多少张小房子 一直念 一直念 180张 先念180张 之后不停地念 念到毛病好 感恩师父 让人家后面老伯伯了 感恩师父 你好好乖一点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现在回去 还能够回到天上 但是不会已经到超超六道了 听得懂吗 你要是在做坏事的话 我告诉你啊 下辈子在投人了 六道轮回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自己想想啊 年纪轻轻啊 你的感情生活 已经多少个人 你还不知道啊 你知道你自己 做错多少事情啊 这么小就开始 乱七八糟 你知道现在 上面告诉我 你有几个男人 你知道吗 曾经有六个 不是结婚 听得懂吗 听懂 听懂 好好改毛病了 一条命质 还是这种事情啊 好好地改毛病了 好好念经听得懂吗 听懂 希望两年半 我还能见到你 再见了 再见 kittens coils 救灰 靠 靠